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讲座,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讲座的题目是 军训和团圆I-485表格填写问题 这个呢,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尤其呢,最近因为排期前进,更多的人能够提交I-485 那么很多来自中国,在中国上过高中和大学的申请人呢 很多人有这方面的经历,所以呢,经常问到这方面问题 那么我们这个视频呢,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干货 很多人能够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可以用到的具体解释 具体来说呢,我们知道在I-485表格这个第八部分 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曾经是任何组织的成员 英文是,Have you ever been a member of any organization, including any military service? 然后呢,第四十九个问题是,你是否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或武器训练? 英文是,Have you ever received any type of military or weapons training? 第五十五个问题是,你是否曾经在军队里面服役或者工作? Have you ever served in, be a member of any military unit? 那么对这最后一个问题呢,如果你曾经在军队院校学习,或者在军医大学,或者军队医院学习,或者工作,那么或者在军队所属的单位工作,包括文职工作,需要相应说明。 而前面两个问题呢,更加普遍一些,对于有过团员和军训经历的申请人,应该怎样处理这些问题呢? 我们此前有过视频讲团员的情况,当时主要是从团组织整体的情况来讲。 现在呢,根据最近的发展,我们补充和更新一下这些方面的内容,从个人的角度来详细的讨论一下。 对于这类问题的具体回答,那当然因人而异,关键呢,要看你自己的实际经历和具体情况,包括名义和实际的关系。 我们知道呢,在王安石给司马光的一封著名的信件里面讲到, 盖儒者所证,犹在于明石,明石以明,而天下之理得矣。 那比如说,如果你名义上曾经是团员,但是实际上没有参加过任何团组织的活动, 那么就和你名义上在中国上中学上大学期间是学生会的成员, 在中国工作期间是工会的成员,但是并不一定会在你的四八五表上填写和学生会或者工会一样。 如果被问到,说你填的四八五表,为什么没有讲这方面的情况呢?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解释。 I never attended any of their activity, never had any actual association or involvement with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Therefore, I don't believe I was really a member of that group. 那么如果填写了,说曾经是团员呢? 比如说很多公司,包括一些大的IT公司,要求雇员填写这个问题。 那么在绿卡面试的时候,被问到也一样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在statement里面解释。 比如说呢,有的申请人是这样解释的。 如果我曾经认读,我认为了中学生的一类传统,我曾经认读, 我认为了中学生的一类传统,我认为了中学生的一类传统, therefore I consider myself not really a member or at least the membership was only nominal and terminated once I left China 当然如前面提到的 这个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 如果比如说你是团组织的领导 比如是全学校的领导 那肯定就不一样 有所区别 前面提到的是对一般人的通常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简单讨论一下关于军训的问题 这个事情同样是因人而异 一般来说我们认为 如果你只是参加了短时间的队列训练 比如说在操场上走来走去 而没有任何武器训练 就和运动会一样 那这个可以不算一般意义上的 military training 举个例子 如果你去游乐园摆摊的地方 拿气枪打气球 摊主告诉你 要瞄准了打 那这个能算军事训练和武器训练吗 我们认为这当然不应该算 但是如果另一种情况 如果你在军训期间 确实有 比如说 步枪或者手枪的射击训练 那么这个一般需要写商 简单来说 有的申请人是这样解释的 当我一年轻人在学校 我接受了两个月的军事训练 which was mandatory for all students I had simple trainings including using a rifle that was 15 years ago I do not have any other military or weapons training 好的 那么总结一下 对前面提到的 根据团员和各军训历史的解释 根据个人情况 因人而异 但是简单来说呢 对于一般人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根据自己情况 提供合理的解释 就可以了 参见我们上面的详细说明 如果有更多问题 可以发email到 info at nwmlaw.com 联系我们 好 谢谢